不少長者一生為社會作出貢獻, 不論是工作或照顧家人, 直到老年身體機能退化,社會又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呢?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持續照顧及健康服務, 早於1968年在華富邨開辦華康安老院, 亦是全港第一間設立在公共屋邨的長者宿舍。 其後,我們分別於1981年及1991年, 開辦順利安老院及長髮安老院, 合共提供178個宿委預長者。 另外,亦設有長者住宿站托服務, 讓護老者舒緩因長期照顧長者而產生的壓力。 為支持及協助長者居家安老, 本服務亦有兩間逆監護理中心, 分別是展華長者逆監護理中心, 及深水埗長者日間護理中心。 當中附設長者日間站托服務, 為護老者提供支援, 本住以人為本及全人關顧的理念。 我們深信長者值得享受具尊嚴、積極及快樂的生活。 因此,我們自力促進或維持長者的身體機能及生活治理能力。 為幫助更多長者得到適切服務。 2019年,我們更開展安老院社外展專業服務試驗計劃。 為居於深水埗區私營安老院的長者, 提供道護復康治療及社康服務。 更為合約院社及智庫形規院社的長者, 提供道護言語治療服務。 並於2023年2月15日正式成為恆常化服務。 本服務透過跨專業協作以及團隊的上下一心, 為長者提供持續而適切的護理照顧及社康服務, 讓長者得以身心愉快地安享萬年。